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说的话呢 这一波的封面今天告5月1号 5月跟6月我们称之为梅雨季 但这一波封面不是梅雨封面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封面没有停留在台湾上空达三天的时间 这个封面在昨天晚上开始下来 今天要通过 明天就要离开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的天气状况要怎么样的变化 先来注意到明天啊 雨后转多云咯 最主要就是封面已经要走了 雨后渐渐转为多云的天气 将雨的状况开始减少 清晨的温度仍然偏凉 北部地区的低温就大约在20度 其实刚刚我看淡水测站已经到20度了 所以温度形态来说 在今天晚上受到弱的东北季风的影响 相对的北部地区的温度偏凉 那刚刚雨的部分也要停下来了 那最主要在于说明天的水气会再减少 等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温度要上升了 因为中午的高温可以到达28度了 注意哦 江雨的状况是属于午后雷震雨 上午的时候有阳光 下午因为环境场的湿度偏大关系 山区容易发散 南投山区啊 新垫山区啊 还有包含了桃园 新竹山区部分 都容易下午后雷震雨 接着呢 六日两天的时候的天气好 高温的部分到30度 然后再来就上看到32度咯 温度状况高 下午的午后震雨是在山区的部分多 接着下一波的封面云带呢 在周一下午开始到周二会影响 有局部的震雨或雷雨 那这个封面呢 也很快 那两天就走掉了 两天还不到就走 所以呢 我们的来说 以现在虽然进入五月份的梅雨季节 可是这两波封面都不算是一个标准的梅雨封面 只是一个一般的封面哦 今天晚上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的温度会略降 周秋天气晴朗 闷热的感觉在周秋假期很明显 接着我们来看什么呢 看看今天的降雨状况 从这张雨量图上 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今天的雨的部分最主要呢 就是在整个山区的部分是比较多一些 那这里的标尺你可以看到 大约在40到50毫米的雨量 雨的部分来说在山区的部分多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累积的雨量部分呢 是以在台中的和平的山区 有到了96.5毫米 山区雪岭也是3000公尺高山 和欢山也是3000公尺高山 你们注意到整个降雨形态来说 最主要都是在山区的侧站比较明显 那雨量图上可以看 平地部分虽然有雨 那但是呢降雨状况都偏少 这里大概只有20毫米 这边只有10毫米 这里呢剩5毫米 这里就差不多零了 所以呢你可以注意到 整个降雨形态来说呢 最主要就是在西半部地区有云层 进入就有雨 那我们来看看最新的雷达 雷达上面呈现出来 就是整个水气分布的状况 以目前来看可以看到 在台湾的北方这边呢 西北方有一些云带 正在逐渐的东移当中 现在在台中跟彰化这里 也有云层在东移 那我们从整个雷达上面 可以看到的是呢 把它变成动态的 就可以更明显看得到 6小时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更明显看得到 整个移动的方向 你可以注意哦 整个水气的移动方向 那当有水气在进入的过程当中 就有局部的短暂的降雨状况出现 可是呢 云带走了之后呢 就水气就减少 而这个云层里面 并没有什么标线这些 没有刨线哦 都没有哦 因为最主要云带的发展 是要持续有一个点 打入同一个地方 像这种只是一个对流云层通过 这不是标线哦 不要被有些台给搞混了哦 因为实际上 那个定义上是非常的明确 只是很多记者搞不清楚 那个定义哦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张彩色色调强化云图 云图的发展当中 可以注意到封面的前半段的部分 正在东移 后半段的封面的水气 将要逐渐的往北抬升 那我们从地面图上就可以注意到 高压系统已经开始下来了 冷高压带进来 凉凉的冷空气 所以温度的形态来说呢 在现在晚上的时候呢 明显的是一个比较偏凉的状况 哪里的温度最凉呢 我们现在这时候就来看一下 今天目前的话 以局属侧站的低温的部分 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在这个平地的部分 来注意这里哦 有没有看淡水 现在呢20度哦 时间点是7点23分的时候 新北呢 这是新电侧站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整个温度的形态来说 随着在今天晚上的东北风的增强 相对的感受上来说 明显的要转凉了 那明天呢 明天啊 封面的前半段走了 后半段的水气开始往北抬升 然后再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那北方的高压呢 北方高压明天的时候 它就逐渐到达韩国的南方的位置 开始逐渐我们的风向 要渐渐地变为一个偏东北东风进来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在明天雨后要转多云了 接着后天的时候呢 天气状况随着整个风场 开始变为偏南风 温度又要开始偏高 那到了周休假期的好天气 你好好安排活动 唯一要注意 山区露营的话 会有三八后出现哦 下个礼拜一刚刚说到 台声道这个 台声道的这个 长江流域的封面云带 再度接近降雨状况 到了下周一到周二的时候 又会再度出现 不过下一波的封面系统 对于中南部影响 层面是偏少的 那我们再来看温度了哦 先注意到温度状况 晚上凉凉凉 你们看哦 低温的部分20 21 明天白天的高温 跟今天相较之下呢 一样都是在维持在 23到24度左右 中部地区的话呢 中午还是暖 但是呢山区有误 平地是局部性的降雨 南部地区是中午暖 但是呢 零星的降雨 会在明天下午的时候 再出现一些 东半部地区还是要注意 还是有余症哦 山区小心有落石的状况 外岛地区要注意的是 温度今晚凉 而且有误的状况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到 天气更好 午后震雨 六日多少好天气 这塞巴好哦 到下周一二周 封面云带再接近有点雨 下周三天气好转 外岛地区要注意是有误 小丁宁 两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梁骑车要保暖 局部阵雨 外出活动还是要背个语句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火轿